这一句佛好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没有一样不能解决 身体不好 念佛身体就好了 甚至得到严重的 不治治病 念佛就病好了 没事了 例子很多 为什么他能做到 他完全相信 他不相信医药了 因为医药也不相信他 山西小院不就是个例子 医院放弃治疗了 医生跟医药不相信他了 那么他也知道了 医院放弃了 医院放弃了 寿命没多久了 只有一两个月了 老师念佛求生进度 一个妄念都没有 一两个月之后病没有了 再去检查 再去检查 没病了 一点都不洗 智行一出 无事不办 念头一转 带着病毒的细胞 很快就恢复正常 病毒就没有了 阿弥陀佛能够化解这些病毒 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 这一句佛号能改变世界 能改变宇宙啊 这么大的力量啊 我们个人这个问题算什么 就鸡毛算皮 变法界虚空界都念佛了 这个法界虚空界都变成结落世界了 它能改变宇宙 啊 释迦牟尼佛又何想 不愿意把娑婆世界变成结落世界 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佛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佛永远不会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反复 佛是怎么样的 横顺众生 随喜也空的 你爱怎么样 随你去 你喜欢行善 好 我看到有天堂 你喜欢造物 还很好 那里有地狱 地狱是消你的罪业 天堂是消你的福报 都是在消业的 有善业有卧业 佛没有业 善卧业没有啊 所以横顺众生 随喜功的 干什么都好 你看 他的心都自在 决定不受外 外头境界影响 我们得学着 学到这个 念佛就能赚心了 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 一切问题 决定不在外 就在我自己坚定信心 念这句阿弥陀佛 得到圆满解决 这种殊胜功的利益 到哪去找 所以我们要真信 真愿 真念佛 别想拉扎东西 想一个念头 就是造 六道三土的罪业 为什么不多念一句佛呢 古大德权人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生佛 有道理啊 后头还有年轻 打得念头死 虚如发生火 你就真的发生了 所有一切念头都把他死掉 灭掉 不要再有念头了 别人说什么 多好 善也好 我也好 好也好 不好也好 自己呢 就是一句佛话念到的 自行化他 我自己这么做 我也就这样子叫他 看他自己会不会 他自己真的看会了 听懂了 他觉悟了 他就会跟我一样 他不会呢 妄想随他去吧 我们决定不受干扰 这就对了 山西小院这批人 当时医生告他 还有三 两三个月 我们今天 医生也在警告我们 我们是玛雅预言的 那些医生的 告诉我们 明年 12月21号 灾难要陷进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年 时间不长 无论干什么事情 一年之后再说 现在我这一年 我要保护住 灾难来了 我真的 往生 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们的心情 要跟山西小院 那些同修一样的心情 才行 不幸的人呢 日子还很长 我相信的人 我的日子只有一年了 我相信 我真相信 我一切放下 他不是 不忘了 三 有